高雄一名男子喝醉了 竟然因为无聊 拿打火机烧路边的交通锥 吓得民众赶紧报案 而警方呼报赶到现场 一侧九侧值竟然高达0.88 索性活势很快就被扑灭 没有造成任何人受伤 男子蹲在路边行为诡异 没多久他面前的交通锥 竟然开始起火燃烧 火越烧越旺 看到这一幕吓得目击者赶快报警 警销道场第一时间立刻灭火 男子在旁边走来走去 原警一闻发现他浑身酒气 上前询问还相当不配合 最后警方只好将他压制 尚靠逮捕 原来这名39岁真姓男子 喝醉酒无聊 在高雄小港区自家住宅附近 竟然拿打火机放火烧路边交通锥和杂物 警方到场对他实施酒册 酒册值高达0.88 本案并无人员伤亡 全案第一公共危险罪侦证办 酒醉乱烧交通锥 好在火势没有延烧被迅速扑灭 要是不胜伤疾无辜 可不是公共危险罪就能了事 记者高雄总和报道